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要来重新讲一讲 这一个 Akala Opel的 无线场景开关 事件版 有些人有看过我之前 讲那个video 我说为什么很难找到 事件版的 我终于找到 其实我弄错了 那天 这个我本来以为是 直接连线去墙上的开关 其实这个不是 这个只是一个遥控键 就好像其他的 Akala D1的 这个Wi-Fi版 就是遥控版 但是特别的就是说 这个Akala Opel 它不是用Wi-Fi 它这个是用 Zicbee 3.0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写的 Zicbee 3.0 所以它特别的地方就在这里 然后呢 今天我想拿来做什么呢 我想拿来 因为我刚安了一个 Akala的无线遥控窗帘 白夜帘 但是因为我的小孩同学 还没到 然后现在很麻烦 每次要开关的话 用手机 进去这个Mijia 来遥控 我想说 现在用这个Akala Opel 的事件 连线去控制这个Akala的电机 好 等一下我安好了之后再给大家看看 OK 来 看一下这边是怎么样 普通 好 代表键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子 四键板 上下左右 左边跟右边都有两个键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灯孔 不晓得它是拿来给你看 哪边是上哪边是下 应该是这样子吗 还是这样子 不晓得 等一下就看看 好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已经调好了 这一个 这个点呢 其实是第一件的意思 后来发现到这点是第一件 然后把它绑定去米家 也是很简单 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我才发现原来 这个是 是用磁场吸上去的 所以你随时可以拿下来 然后你把这个粘在墙壁上 然后你可以 而且你不能换位置 你不能这样换 因为它不能进去的 它是刚好是 一定要是这个方向 然后 我就把它定成 因为这边有两副床帘 我就把它 左边的是左边窗帘 右边的是右边窗帘 然后它可以支持 你可以设定一件 一按 两按 或者三按 连续按 然后只用了 目前只用了 一按跟两按 所以一二三四 所以我把它设定了 左边的就是控制左边窗帘 右边的就是控制右边窗帘 如果单记的话 它就是向上调光嘛 比如说你看 我现在是按一次 右边的按一次 它就是向上的意思 向上调光 这样子 就这样子 然后呢 如果按两次 就是双击的话 右边的按两次 你看我按两次 它就把整个窗帘 向上拉 然后再按两次下来的话 它会把整个窗帘向下 就这样子 而左边的也是一样 左边如果按下面一击呢 一次呢 就是它向下调光 按上面就向上 同样的如果按两次的话 它就把窗帘拉上的意思 然后按两次下来 它就下来 所以其实蛮好用的耶 如果你有比如说像我这样子 有两幅床帘 或者有四盏灯 在房间里面 然后你找不到 因为小米 这个绿米 绿米D1的键 最多只有三件 然后四件是很难找的 不过至少现在有一个 就是可以connect去 你的Gateway的这个开关键 它不是跑WiFi 所以你的家里面的WiFi 或者Unify 如果是没有service的话 它一样可以用 这就是用ZicB的好处了 OK 好,我们到此为止 谢谢